みなさんおはよう 今天呢 我們要挑戰 PINQ甜甜圈 在那之前呢 因為我們沒有機器 所以Ryu就跟Google Pay爸爸許願了 我們就收到了 來自Google Pay的小禮物啦 而且他們這個箱子呢 看起來超有質感的 很厚耶 不知道他們加工花了多少時間啊 那我們就來看看Ryu買的材料 有沒有都到期吧 沒有的話 我們的影片可能到這邊就結束了 他們這盒子很特別耶 我剛剛想要這樣開 偷開還打不開 做了一個小巧思是 這邊有個開關 Open 看一下 還附了一張小塔片 這一次呢 有很多創作者 都像Google Pay許願了 所以大家到時候可以搜尋看看 還有哪一些創作者 他們的超限量霹靂許願 裡面到底放了什麼東西呢 那Ryu這邊已經先看到了 就是我想要的喬禮盆 因為我們每次在製作點心的時候 常常東缺西缺嘛 然後這個喬禮盆厲害的在 它居然是有刻度 它這有三個尺寸的刻度都可以使用 好開心喔 它從小都有 我覺得它立刻在裡面 因為它裡面 旁邊這邊 我們進口看得到嗎 這邊 做了刻度的設計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一定量好才到 也可以從這個刻度看到它 400ml啊 600ml 去加你要的量 三種紙寸一次滿足 那再來是 刷子 有時候我們不是要刷那個模具嗎 還記得我們之前的棉花糖 那個模具有點尷尬 我還用衛生紙沾油 因為有時候是要用刷子刷奶油啊 或什麼的 在模具上會比較好脫模 簡單的刷具 再來是這個 將 那這個呢 是可以把巧克力啊 或是什麼醬料擠在裡面 因為我們這如果用擠花袋 因為那個洞肉太大的話 你沒辦法擠得很漂亮 那我這次買這個就是小料 它可以在上面寫字 做得很漂亮 我們今天呢 皮卡丘能不能成功 很需要你 但我發現我怎麼只賣一個啊 我這個好像也要買很多個 它最重要的 點心機呢 我的點心機 其實因為裝不下啦 這個箱子的比例 它有一點厚齒 所以 這一箱其實是後來另外來了 嚇了我一跳 我那時候看到這一箱的時候 我還想說 點心機放得進去嗎 這一副放不進去啊 我還挑這種三合一的 之後如果我想要做什麼 我會做其他的雞蛋糕 也可以 好那我們今天就拿出了 今天的主角 聰明機 它是一款三合一點心機 然後它有附不一樣的烤盤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它 甜甜圈 同時呢我發現 它卻有附刷子 我比起兩隻刷子 我更需要這兩隻蛋糕餅 呵呵 好那我們就叔叔來準備今天的材料 一樣用松平粉當基底 不用再挑很快 那一起蛋跟牛奶 就可以完成基本甜甜圈的材料囉 那另外是 我們今天拿了新的不鏽鋼嘛 那很多人會有困擾 不鏽鋼會黑黑的 那這邊可以建議大家可以使用 像西式的白醋泡一下再洗 或者是像麵粉或水下去揉一揉啊 它也可以把那個黑黑的東西吸起來喔 好那我們就開始製作吧 史姆說是200克 但這一袋就150 我們去再挑挑看 200克一顆蛋 300克也一顆蛋 這個比例不太對 史姆的比例大概是200克的粉 然後配150克的牛奶 跟一顆蛋 那我們這邊是300克的粉 我們也是依比例 我們再給它兩顆蛋 就濃一點嘛濃一點 通常這種比例應該不會太大了吧 大不了不要加到300克的牛奶 根據我的感覺 大概30 要看看 我覺得它現在有點偏稠 好久沒有感覺流了 好像太多了啊 我突然覺得300ml的粉有點太多 先過篩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烤囉 然後來準備我們的巧克力海料 我們現在完成了基底 啊 還是狗到啊 就可以準備進巧箱 喔 要先預熱嗎 我知道大型的要預熱 小型的不知道要不用 我們把它倒進擠花袋裡面 等一下會更方便 可以擠在它的烤盤上 然後要靜松餅機喔 既期待又怕收上它 啊 假裝沒事 我真的覺得好像有點太水 好啦我錯了太水了 剛剛牛奶應該要適可而止的 這樣子好像會爆亮嗎 是不是擠太多了 開起來 等待大概3分鐘左右 就可以完成皮卡丘的底座了 然後現在巧克力正在加熱 不小心讓我的甜甜圈 火一把不得收死 我忘記開到錄影了 大家剛剛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剛剛鬆餅果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烤不好變怎麼樣 但有烤東西的味道出現了 烤的過程當中 我發生了一件尷尬的事情 它既沒有跟我說 才會叮 還是要自己抓時間嗎 以外呢 它這裡有個裂痕 它這裡已經裂開了 這樣對嗎 是不是蠻要俠製品沒有發現 然後它立馬拆開使用的 這個裂砲 使用的應該不能退後了吧 這個裂砲好明顯喔 欸好像 是不是已經好了 但是巧克力已經融化 將 焦一點的話我們可以再烤一下 自以為 它的僵熱燈好像已經熄滅了 將將將將 好漂亮喔 那我們來把巧克力拿過來上色囉 還有一點點紅色的 其他要做黃色的 抵下去不能回頭啊 它凝固太快了啦 好像還沒在上去這樣凝固 白巧克力很煩欸 它立馬需要個水沾熱的 天啊 我忘記黃色把它被熄了嗎 差一點 它巧克力不夠 喔 喔 危機 危機 啊 危機 哪裡 要沾到黃色囉 今天有命了 啊 啊 啊 我忘記這一台了 喔 你不會又焦了吧 呵呵 嗯 又是一個焦香焦香顏色 可以啦 我現在要試著幫它沾上皮卡丘的顏色囉 耳朵要來了 我烤得太酥 太像雞蛋糕了 不是啦 有沒有 沒有 怎麼覺得 買的材料不太夠 我覺得啊 那個那個 平常說 做出來的數量有限 沒辦法做太多隻 蛤 只有第二做出來的臉 最漂亮的欸 可惡 嗯這個怎麼看 啊 啊 要崩了要崩了 我做不出第二隻了嗎 怎麼會這樣 啊 耳朵掉了 這就是啊 這就是啊 啊 到來我怎麼會那麼多材料 如果我只成功了一隻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敬色動叉吃了會失敗了 由此可見它的那個 容化的全部 像是用糖霜好了 不應該用巧克力的 可以畫臉了 但是白巧克力不知道為什麼 它越加熱越硬 我是不是加熱過頭了 好啦 讓你口變這樣子 我還準備了像這樣的 圓的巧克力 我想說包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變寶貝球了 可是原本呢 我就想說用沾的把它沾上去 但後來發現不行的啊 它這個根本就冰黏土了 我的寶貝球計畫失敗了 我本來想說讓它 紅色的巧克力 好像還行耶 理想說應該是沾一下 然後它就可以起鍋了 但是現在放這張圖畫 你該要灌 因為會這樣洗嗎 我只剩一個健康的不太多 啊 花太多了 喔 花太多了 Oh my god 看了說我在畫很多嗎 而且我忘記留白巧克力要畫那個眼睛上面那個亮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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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點抱歉 我覺得有點抱歉 沒想到我用巧克力筆 沒想到我用巧克力筆 還是一樣的配具我們還是免不了的嘛 還是一樣的配具我們還是免不了的嘛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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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要讓眼睛那麼凸啊 可以不要讓眼睛那麼凸啊 嗯 好笑 啊 還越動越凸 好笑 為什麼別人的可以弄那麼可愛 為什麼我都會這樣 結果做最成功的是腮紅 哈哈 我捏了 哈哈哈哈 這冰淨冰箱就完成了啦 但我攝影PO的時間不夠用了 哈哈哈哈 從今天的過程呢我學到一個教訓 白巧克力我要想個辦法 不然它真的是凝固太快 然後第二是我應該要先進冰箱凝固之後 再來擠其他的材料了 不然整個就是會融到五法五天 我覺得 遠遠看好像還蠻可愛的 這樣它還行吧 哎呦 喔我的寶壁球 原本呢我是希望的 原本呢我會把球 放在皮卡球身上 出點大顆 好像還行耶 像這樣 吃這個醜的好吃 這個也超多凝固 它是不是很可愛啊 自己的海子總是很可愛嗎 它凝固好快 所以我在畫上它臉的時候 很容易畫崩掉 而且會凸凸的 很立體吧 那個 除了它的腮紅是因為我整顆 巧克力貼上去 它這個眼睛 怎麼會這麼凸啊 因為調好的生命粉 你家 牛奶和讚 基本上不太會奶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皮卡丘甜甜圈啦 做大全成功嗎 自己問都心虛了 不然理想上我本來是希望 一隻皮卡丘應該會有一顆寶貝球 但我的 紅色巧克力今天出了一點狀況 變成黏土了 不然基本上我覺得 還蠻成功的啊 那我要繼續把剩下的材料 做給 其他的工作人員吃啦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留這一隻的影片 有了遇到大家吧 說 就是你 想要看我失敗就是你 我本來覺得我一定會成功的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的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好 好 好